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4月4号 星期六 大家好 中国国务院 这个是在4月3号 中国国务院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科研公关组 发布通知 说要求已展开的临床的研究 三天内要完成立项 预期未完成的 不得再继续开展临床研究工作 怎么回事 之前我就说了 就是说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病情在我们国内 先开始 我们又搞了这么多的研究 最后枪氯奎 阿奇梅素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发明的 而且美国就搞了这么几天 从3月16号 其实才开始搞 到现在今天4月5号 实际上枪氯奎 川普是在3月份 就已经说3月20几号 我记得3月22号 当时川普就已经发现了药 川普就推荐了 推荐了枪氯奎 还有瑞德西韦 然后NBCD还跟他怼 但现在越来越发现 枪氯奎就是管肉 枪氯奎加阿奇梅素 加硫酸芯 是吧 为什么我们就搞不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正好搞的是乱七八糟 胡搞了一顿 终于我们现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说中国临床实验中心注射开展的研究 达到535项 涉及着药物什么血壁镜注射液 疼皮质激素 热毒凝注射液 还有什么 宫血干细胞 中药注射液 口服液等等 唇唇连什么的 反正都有乱一八糟的 最后发现全都是在胡搞 中国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斌说 说太多的药物实验存在浪费资源 也影响患者的治疗 丁香园上当时武汉前线的医护发的文章也说 就说前面乱给吃的一顿中医中药 导致肝功能都异常了 不利于病情 还不错 中国咱们现在真的还是 我觉得反应够快的 现在已经开始出来了 就整整顿他们的乱象 我觉得这是好的 我是赞同 4月1号 我们还整顿了对外出口的这些口罩 呼吸机 防护服也在整顿 这说明 中国现在还是可以的 有了缺点和问题 我们海外提出来之后 他们能听得进去 能够开始进行整顿 但是我不定是吹我的牛逼 因为其实这些东西 那不光是我一个人提出来 海外的很多的这些媒体们都在说 这个也不是说光吹我 这个问题的确是存在 然后也发现了 尤其你像口罩什么出来的话 人家荷兰媒体 土耳其媒体 美国FDA刚开始不也对咱们看 我也不满意 对不对 大媒体也都报了 CNN什么也都报了 我们发现在这些问题 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对吧 我觉得这都是好事 这个我是赞同的 但是其实这样早就该搞 好吧 那这期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